搜救人員翻山越嶺 不為困難進行搜救 為了感謝他們的無私奉獻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特別頒獎給之群 五名英雄 要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選出來的 20位的今年的搜救的有工人員 有16位是實際從事搜救 那有4位是指揮調度搜救的工作單位 那還有2位是配合搜救 內政部次長親自頒發獎項 給20名搜救有工人員 除了在第一線搶救的無名英雄 這次更特別表揚 在內勤接應的協調人員 高山的天氣多變 對我們直升機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那要克服這些威脅 能夠進入到災區 或者是進入到受難者的身邊 這就是我們每個飛行員 在平日訓練的時候 訓練的一個重點 在搜救的環境中 大家可能會比較常看到說 就是在外面就是很認真 很辛苦的搜救人員 那但是像還有一群就是在 默默在背後的人員 就是像我們119 就是接獲報案 然後我們要迅速派遣 當災害來臨 或民眾遭遇急難之際 搜救人員總是義無反顧 第一時間出動協助救援 內政部次長強調 能夠搶在災害發生前 有效預防才是終極目標 謝謝楊宗盛 晚安您 請北市報導